譬如說張善政跟鄭運鵬 如果他們的民調差不多 但是我 我覺得張善政 譬如說在南桃園 以客家鄉親為主的南桃園 他們雖然支持國民黨 可是他們 你張善政 畢竟不是客家人 所以他們去投票的 那個動力就不會很強 所以他們到時候 可能很多人是懶得去投的 雖然即使他支持國民黨 所以這個就是投票動機 強或不強的 這個是在這裡 那也是候選人陣營 在投票的前後的時候的動員力的比較 對 因為南桃園現在是張善政 比較領先鄭運鵬 是 南桃園是張善 國民黨向來是比較領先 邱玉盛也在那邊 但是張善政畢竟跟客家鄉親 沒有關係 所以問題會出在這裡 那問題是臺北到底黃珊珊 如果受到影響的話 那黃珊珊的票現在會跑到陳時中這邊 還是跑到蔣萬安這邊呢 因為有人認為黃珊珊太低 對陳時中也不利啊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一個變化 所以要請教維航 你怎麼看呢 這個黃珊珊的票 現在其實就我們看到一系列民調 現在其實變化不大 我必須要索其實這個僵局已經持續了至少就我們看到了 包括一些這個相關基金會做的 他可能比較小型 類似像滾動民調 因為他要持續做 這三方的這種局勢是不太改變的 代表我們選舉一路以來丟出來的很多議題 他可能都沒有造成選民直接說我要改變投票意向 所以還是焦灼 焦灼啦 就是大家就是發生了什麼事件 選民都好像充耳不聞 應該這樣講 選民都沒有聽進耳朵 他覺得說不會改變我現有的投票意向 但是就是會不會出來投票的問題 這個就是個差異了 因為到了選舉當天的時候 就是畢竟黃珊珊是五黨第三方 根據過去的經驗都會縮 都會萎縮 因為中間選民就是比較 他就覺得我比較沒差 反正我很中意 你們政治人物都很髒 我可能不想去投 他的投票意願變低的話 所以就會造成其他兩邊的比例增加 但不代表那個是選票移動 就是其他兩邊的會乖乖投出來 中間選民意見特多 找很多理由就不投了 尤其年輕人 對所以黃珊珊是年輕人是很重 他老人幾乎是沒什麼票的 所以現在他回歸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你要打什麼議題 去把你基本版開出來 你要不要跟地方議員做好好的結合 這個在臺北會是非常關鍵 你必須要候選人就是就是議員候選人 市長候選人綁著非常紮實的下去 把所有的基本的盤都開出來 那你去打一些議題也許可以奏效 但是可能要在選前投票之前 去營造出一個聲勢效果 因為就我們現在看來 我們不認為最後面會有什麼氣寶出現 就是票會說我為了要讓誰當選 我為了讓誰不當選 我去做一個非常主動繼續投票 目前沒有這樣子的推力 大家雖然一直在做討厭職 厭惡職這種 但是看得出來就是其實 這些已經有明確討厭對象的人 他的投票都已經定型了 但是你也同意文杰說的 其實柯文哲那邊一直想要複製2018 但是2018的姚文哲跟現在的陳時中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我有一點他們那邊的訊息可以講 你說他們是假民眾的 就是應該是說黃山山這邊的想法 和柯文哲的想法不太一樣 柯文哲會覺得說 我還是要去弄一下撩一下 善盡我作為一主席之責任 我就放個兩句話 好像我就已經做了一件事 就是說趕快去城堡皇 好我講完了我就沒有我的事 他有點這樣子的意味 因為他跟黃山山設想的 這個選戰的走線是不太一樣 他們現在總部和這個包括黨 柯文哲的黨其實這會延伸到 那個中東景建中東景事件 市府派 黃山山比較親市府派的那些幕僚 還有黨部派的人就有一些拉鋸 柯文哲就是會在市府派 黨部派這邊拉一拉 那中東景明顯是黨部派這邊 再加上議會那邊的一些影響力 所以他去建中東景 就沒有考慮到這個計選總部 如果是計選總部開會 對 一定反對了 我不是問他 柯文哲當天早上說 突然肚子不舒服 沒辦法見面也好 你就派個副市長 本來副市長已經夠黑了 沒有差 但是我個人認為 柯文哲他就是已經很充分的意識到 就是說你們兩個平常總部也都不理我 就是有這樣子的狀況在 你們也不理我 原來他們內部還有心結 現在 就是其實小黨都會有這個問題 你是感同身受 就是操縱 沒有像列寧市政堂這樣子 這麼有效率 那當然我認為現在比較嚴重的不是黃珊珊 就是在後面的人沒有嚴重不嚴重的問題 他就在後面他不是第一嗎 他沒有民調第一過 重點是高宏安他有民調第一過 對他來說 柯文哲在這邊搞這些有的沒有的 會牽動他 因為黃珊珊在台北 你注意他掛的所有看法 他不是綁著柯文哲在選的 但是高宏安是綁著柯文哲在選的 這個就會有作用力 而且新竹離苗栗比較近 但是我要強調其實中東景跟竹北比較熟 就是有地緣關係 所以他說竹北人都有異議 存款是很平常的 他都認得竹北的異議存款的人 對對對你各位都不太正常 回歸了 這我認為就是新竹主要是因為高宏安很吃竹科票 竹科票那種自我意識又很像台北的中年選民 說不投就不會出來 所以柯文哲跟中東景合體 如果反而太緊 如果對於這些選票來講 確實是有退散的效果 柯文哲已經不是第一次跟中東景合體 他是第二次 柯媽加柯媽的話是第三次 所以他已經是一個脈絡出來的 這個對於高宏安來說 他就勢必要在最後做一個割捨 因為其實大家看到新竹的民調都很知道 高宏安在新竹選要靠郭台銘 因為郭台銘的正面肯定度是最高 新竹最高的政策 再來是柯文哲 那如果柯文哲會拖累他的話 他就必須回去報郭台銘 可是郭台銘到現在都還沒有動 對於高宏安的支持 都是從高宏安自己嘴巴出來說 郭台銘支持我 郭台銘沒有真的動 所以他選到最後面會越來越乾 那我個人認為 這會影響到地方投人 因為高宏安是沒有地方投人的 他不是有什麼 許財 許民財那不夠 謝文鏡 對 許民財 謝文鏡那不夠 上次也只有25%左右 那個不夠 所以我個人認為 就是這會牽涉到包括許修瑞議長 他到底會不會在最後階段力推 因為他們會想說 如果高宏安有機會上 我最後階段我就不要力推林根人 那我們就成人之內這樣子 但是如果高宏安下來 他就趕快把林根人推上去 把國民黨的基本盤開出來的話 他也許還有一波機會 這樣是會有利省會紅嗎 這個很難講 就是要看他們的動員 因為那邊的國民黨議員 如果不動的話 也有可能有些人會說 他跟舊市府關係比較好 所以就是地方政治 就是這個議員其實黨的色彩 真的沒有那麼重 我跟你的合作關係 我跟你認不認識 然後在最後我選擇動員或不動員 動員或不動員都是一個政治表態 他是很心細的 所以大家有沒有注意 過去曾經有兩個禮拜 新竹幾乎都沒有在打什麼人 沒有什麼重大新聞 那個就是在地方上就在活動 我搬你的樁腳 你搬我的樁腳 所以目前現在看起來 又開始準備會有一波新的 對高宏安的公司 那可能又會打一波 然後看看民調上面的反應是怎麼樣 能不能反映出攻擊的這個效果 還有包括地方動員效果 那我個人認為新竹 如果投票率大概低於6成5以下 可能高宏安就會比較辛苦 但是6成5以下 其實現在看是有可能的 還是很冷現在 還是很冷 就在地方上 我們在那邊看的狀況是 大家看板掛很多 但是選舉還是偏冷的狀態 但是高宏安長聲稱是有空戰 那剛才這個原來講到的柯文哲 昨天跟中東景的那個會面 他的這個兩面認的效果是這麼強的 他居然還去見面 來看今天我們最新的報導 特別是昨天中東景 面對記者詢問的時候 哇他講了一句叫做 被稱為黑道很不舒服 但是今天朱立倫很強 朱立倫說按照國民黨的黑道 這個什麼什麼條款 就是不能夠拿提名他 朱立倫倒是槓上中東景了 那會怎麼樣影響國民黨 在苗栗的選舉 以及在新竹跟台北 特別是本來民眾黨就有 非常積極的候選人呢 我們來看一下發展 剛剛有一位媒體記者說 我黑道這件 這個聽起來很舒服 去年年底我在苗栗辦公投的時候 我還是藍軍的英雄 我不知道為什麼經過幾個月以後 我變黑道 這怎麼來的我也不太清楚 周東景強調自己的清白 卻傳出民眾黨內反彈聲讓大 認為這場會面恐怕會影響到年底選情 從昨天以來就看到民進黨媒體的群組 已經打算再操作這一題 他說好不容易 這兩個竟然可以通關一起打 從線桶裡面抽出四號 民進黨苗栗縣黨候選人徐定真 馬上拿出準備好的布條 勢如破竹討吉利 接著由實在力量的宋國鼎抽出五號 無黨參選的吳勝勝三號 國民黨謝福宏二號 至於謙王一號則是落到議長中東景醜上 聲勢目前領先的中東景信心持足 但爭議卻越來越多 宋國鼎率先打出辯論牌 要所有人上電視集球對決 中東景一口回絕 我沒有很大意願啦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政見 我不知道他要變什麼 除了攻擊我以外 我也沒有看他做過任何一件 對苗栗縣有利益的事情啦 不只時代力量出手 謝福宏也對中東景前一天說 朱北仁存款有個異議很正常 向他土豪心態 韓國瑜曾經講過 莫忘世上苦人多啦 真的 這個土豪的這種想法 完全跟民眾是大相背離 自己的企業也做得不錯 加上我的婦人喔 我的業婦業母 這幾年相繼廣生喔 他的遺產真的繼承了不少 我自己也不知道有這麼多 中東景在地方被夾殺 綠營也從中央發起攻勢 原來中東景從2017年開始 財產申報都自稱沒有投資 但調閱經濟部資料 他在這一段期間 先後擔任三家不同公司的董事 其中一家持股更多達75萬股 立委指控他隱匿 撞告監察院 一中那個民眾黨的支持者 就像大家分析的 他的理想性會比較高 比較年輕 而且專業人士 那柯文哲 這個不是自找麻煩 自找死路嗎 我覺得他已經算過了 你知道柯文哲是一個 每天晚上都去看民調數字 跟網路數字的人 所以他在做每一個決策的時候 他都是精算過 他今天選擇跟中東景同臺 即便他大家都已經開始有消息 他的兩個候選人 比如說黃珊珊跟高宏安 其實是不贊成的 他還是堅持要跟中東景見面 這裡傳達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你知道 他基本上放生黃珊珊 他知道高宏安OK 什麼意思呢 黃珊珊已經放生了 就沒效 所以對他講黃珊珊 基本上就已經差不多了 但是高宏安的情況比較特殊 大家剛剛一直講 高宏安空戰空戰 其實高宏安現在 因為他的民調 聲勢起來以後 在新竹之前國民黨那些系統的 全部都在高宏安的身邊 我就講 先講兩個 第一個 最早是許民財 就是國民黨籍的前市長許民財 因為他的兒子代表民眾黨選議員 站他旁邊 再來 五黨籍的議長 前議長叫謝文靜 因為他的職子要代表民眾黨選議員 所以在他身邊 他本來就有左右兩個兩個護法 現在的新聞是連國民黨籍的地 在新竹當到五六七八屆的資深藝人 呂學章 立委呂學章 現在也在十八堅三跟高宏安 不齊而喻 刻意把那個影片在群組散出來 所以連呂學章也在他身邊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高宏安在新竹打仗是陸海空軍都有 除了網路上以外 他的那個資金也沒在怕 因為我自己是新竹市人 你在新竹市跑 那個高宏安的砍棒 可能比另外兩個候選還要多 所以他的錢是夠的 因為竹客那邊都有金竹在 再來有關的錢 因為身勢高 所以地方的這些頭人都在他身邊 所以對對柯文哲 他們這個對高宏安來講的話 你民進黨打高宏安 當然是一回事 可是他打的結果是 高宏安可能對於中間選民 年輕票覺得說高宏安形象 包括讀文這些會會降 可是他從另外一邊拿到大補完 這個大補完 就藍營的大補完 國民黨的候選人叫林根仁 林根仁現在民調第三 已經長期維持第三 可是你們知道嗎 在七月以前 林根仁的民調是第一名 他民調之前都是第一 所以他現在民調已經被打到連二十 所以他的票都 支持度都轉到高宏安那邊去了 起碼十幾趴都移到高宏安身上 而且那個還在趨勢的方 高宏安之前辦那個晚會 連熊海玲 這種比較深藍的藝人都在他臺上 然後連之前高金素美也在高宏安身邊 所以他現在除了吃國民黨以外 他連那些深藍的他就貓起來吃 所以對於那像中東景來講 中東景當然跟柯文哲站臺一定會在中間 對高宏安身邊的年輕票一定會有影響 但是換個角度想 中東平其實可能比國民黨還國民黨 我甚至覺得國民黨在苗栗的提名是演一場戲 就是說他不提名中東景 中東景那時候是苗栗縣黨部主委 然後毛起來那個公投不是宣講嗎 結果最後朱立仁不提名他嘛 結果提名誰 提名一個非常非常弱的謝福宏 根本名不見經傳 他也從來沒有選舉過 他只當過那個水利會的會長 提一個這麼弱的 其實某種程度上傳遞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他夠弱 所以就氣他吧 就把中東景 然後國民黨又可以跟他的選民交代說 你看那個有黑道 我們不提名 我們提名的是政派 所以我那時候就懷疑 他提這個這麼弱的 就是有他的那 但是中東景當選的時候 再回國民黨 他不一定會回國民黨 他到底當選會變成民眾黨還是國民黨 但是不管怎麼樣 總之中東景他保持一個這麼模糊 你看連徐耀昌 我就講一件事 國民黨籍現任的 現長叫徐耀昌 他多次 包括他的太太 都多次站在中東景旁邊 黨籍有沒有開 國民黨現在不敢黨籍處分 有沒有開嘛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黨籍都現在都沒有開 所以你就知道 Champing Town地方的派系是這樣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他今天選擇跟中東景同台 他是怎麼樣算的 因為黃珊珊本來就已經沒機會 沒差 那高文安 雖然他的中間票也許會掉 可是因為他高文安 繼續狂吸國民黨的票 所以高文安那邊 對他來講是ok的 然後他又多得到一個中東景在苗栗的縣長 所以他等於竹苗兩個城市都被他拿下來 他本來是一個新竹市 他現在送他一個苗栗縣 這樣的如意算盤 你們美金東 哎呀 沈岸 說實話 現在昨天這個柯文哲跟中東景 公然這個黑白配 這大家都知道 不用講 但是我說實話 這個看在大家眼裡 代表柯文哲就是什麼都可以賣 什麼都不奇怪 這以前有一句話 這個這個拍賣網站上面 這個詞最適合柯文哲 所以現在其實在苗栗這邊來說的話 確實現在民進黨是非常有機會的 那中東景要什麼 中東景要很清楚 他今天假如後面有個民眾黨支持的話 他其實對他來講 他也是三強鼎立 而且還是有個後面一個政黨支持的 那柯文哲今天對於黃珊珊 對於高宏安 各位這些人 坦白說 其實他完全不看在眼底 所以昨天就是活生生 大家就是眾目睽睽之下 上演的這齣戲 其實我自己聽到一些民眾黨的朋友 是非常非常氣的 是非常非常憤怒的 其實他們大概都心裡都有 心底有數啦 接下來到明年的選舉 到底柯文哲還有什麼是會堅持的 還有什麼是不能賣的 我覺得大家都點滴在心頭 所以現在我覺得迷腦 在這些相關 這些相關選區裡面 第一個 我覺得在苗栗 現在迷腦在苗栗是有機會 我其實因為這最近幾個週末 都在苗栗裡面浮選 現在我們支持者在苗栗 其實是越來越熱 不是中東景一人獨大嗎 在苗栗 不是這樣子 其實現在許定哲 已經跟他是幾乎要打 現在幾乎打平了 現在民進黨在苗栗的群眾 是越來越熱 而且大家有一種情緒 那個情緒就是 我們會有可能可以創造歷史 因為苗栗七十二年 都是國民黨 這些地方派系在執政 我們這一次真的有可能創造歷史 哇 這其實讓大家情緒 是非常非常高昂 其實早一天 寇寇姐其實一直去苗栗 就知道 那大家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強的 我覺得苗栗這一局 在接下來在民進黨下 會越來越熱 苗栗的民進黨支持者敢批判中東景嗎 不會不敢 不會不敢 但是坦白說 中東景真的讓地方有一種戒嚴感 就像臺中過去 就是嚴家的時候很多人不敢公開表示 這是非嚴家的候選人 之前大家把嚴家 嚴家家說 我發現他家有七十二筆土地 中東景現在多少 一百五十九筆土地 對 一百五十九筆土地 這根本就是活生生就是嚴家的兩倍 所以你還是樂觀的 但是問題是剛才義中講的是一個連環效應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不會影響到高鴻安 反而會幫助到高鴻安 這是義中的分析 應該是這樣講 他會影響到高鴻安 一定會影響到他年輕的這一塊 中間的這一塊 可是他經過橫廟以後 他認為高鴻安可以繼續吃零跟人的票